前面有老師教大家圓翻成式 我教大家標準式 也教大家一般式 那有些版本、課本 會多介紹一個直徑式 這樣行不行 那問題來啦 有時候題目叫我去求圓翻成式的時候 老師 我到底什麼時候用標準式 什麼時候用一般式 什麼時候用直徑式 我先講一下直徑式好了 直徑式的考題比較特殊 一定要以這兩個點為直徑 才可以帶直徑式 所以直徑式的考題 一般來講比較少 甚至這十幾年來都沒有考過 所以說直徑式你大概了解一下就好 最求圓翻成式當中 最常用到就是標準式和一般式 這樣行不行 那什麼時候我要用到標準式 什麼時候用到一般式 當一個題目叫我去求圓翻成式的時候 他告訴我圓心告訴我半徑 換句話說我想辦法把圓心 想辦法把半徑算出來 我這時候就可以用標準式 否則其他的沒辦法求得圓心 沒辦法求得半徑 我用什麼事 一般事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嗎 麻煩你到這邊 先把這個觀念整理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再繼續 OK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題 他說以歐點負一一為圓心 而且過點三次的圓翻成四 怎麼算 換句話說我這時候畫一個圓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圓的圓心是幾 負一一 這樣行不行 而且這個圓會經過這個點 這個點數要是幾 三次 麻煩你把這圓翻成四算出來怎麼算 你觀察一下 有沒有圓心 有 換句話說我只要再把半徑算出來 有圓心有半徑 我就可以在什麼是標準式了 對吧 所以說半徑怎麼算 這時候這圓告是經過這個P點 所以說我知道這個P點是在圓上 可見P點和O點 這段兩點距離就刺激 就是半徑 這樣行不行 所以第一件事情 麻煩你把半徑算出來怎麼算 也就是 線到OP 兩點距離 等於根號 把 K相減 負一減三 負四平方 16 加上Y相減 一減四 負三平方 9 16加9 二數 開高就是17 5 行不行 寫到這邊時 來第2件事情 有沒有圓心 有 有沒有半徑 有 有圓心有半徑 麻煩你帶我什麼是 標準式 怎麼帶 麻煩你把 IK減掉 負一 S加一二平方 加上Y減掉一二平方 等於半徑是幾 5 平方 25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 可以 到這邊 麻煩你先把這裡整理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再繼續 OK 來我們看一下這題 他說求圓心為己 1-2 1-2 而且與這條直線相切的圓方程是怎麼算 麻煩你看一下 題目告訴我這邊一個圓 他圓心是1-2 懂我看啦 那這圓什麼特徵 他與這條直線 畫下去會相切 這樣行不行 老師想請問一下 老師想請問一下 什麼叫相切 相切代表圓心到這條直線 這段點 線距離 會等於多少 半徑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老師想請問一下 有沒有圓心 有 換句話說我只要把這段距離算出來 這段點 線距離也就是半徑算出來 有圓心有半徑我可以馬上代入什麼式 標準式式出來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 麻煩把半徑算出來怎麼算 麻煩你代入什麼公式 點 線 距離公式怎麼帶 根號 A平方加上 B平方 根號 9的3的平方 9加上4的平方 16 這樣行不行 分支絕對值 麻煩你把 S用一代 Y用負二代 行不行 代進訊 3 減8 減5 這樣行不行 算出來 9加16 2數開高到4級 5 對吧 3減8 負 減54級 負10 絕質4級 10 算出來半徑4級 2 這樣行不行 寫到這邊第2件事情 有原性 有半徑 麻煩你代入什麼式 標準式 怎麼帶 麻煩你把它寫成 I可以減掉 12平方 加上Y減掉 負2 Y減掉負2 就Y加2平方 半徑4級 2的平方4級 4就出來了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到這邊 麻煩你把這裡把整理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下去 OK OK